斜银中鬼胶最为严重 人控制不住手银 念金钢金还债 BY福安古观音阁 鬼胶就是幻想对象 然后手银等 或者现在各种模拟女性的塑料做的 这种胶也是鬼胶 正常之银 有阴阳 虽然损人不畏严重 而鬼胶 自己和自己胶 以及和不是人的模拟的道具胶 这种毒阴 损脑水 损精气神 一般为鬼附梯者多 现在社会 最大问题是鬼胶知识太多 一银手银 加和模拟道具银欲 这种阴暗鬼胶 损阴得福报身体严重 遇到这种鬼胶 或者曾经有过手银 这就是福报很小 前辈子欠阴债 阴债太多 且目光无色 人无志气 都和手银鬼胶有关 正常之银 内心莫有愧疚感 而鬼胶则有 如手银鬼胶后 就觉得陷不得人 精神损得厉害 是因为和鬼胶之缘故 鬼胶者 多是欠债太多 尤其因债太多 遇到色鬼 吸其精气神 人最宝贵的是精气神 有些鬼就靠吸人的精气神 这种因暗邪淫 从图片 到视频 到后来又造女人的模型 这些都是会吸引色鬼在身上 而婚姻不顺 现在人婚姻不顺 男女都一样 有的地方彩礼高 导致男的娶不到 女的心高不愿嫁 这都是自己邪淫之缘故 一个人二十多岁结婚未正常 心性淳朴些 过了这个年轻 就要问邪淫之夜了 有的是鬼胶 有的是和人乱来分手 这些恶业 都压在地府里头 要好好忏悔 如果要忏悔 可念金刚经还债 所有鬼交 人会控制不住手银等 这些都是欠阴债过度了 念金刚经还地府阴债 现在大城市人杀业不重 骗人除了做金融 有些容易被骗也骗人 现在人一般比较诚信 而最大问题 就是邪淫之事 尤其武汉温热之地 家吃野生动物 更让人难控欲望 所以饮食清淡未关键 而现在高档饮食店 都是图让客人增加肾功能等 来吸引客人 无非增加淫欲罢了 这种店也是造业严重 的确实